上世纪90年代,面对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,1992年破土的安利广州工厂却整整建了三年。 如此不讲求效率可不是安利的画风啊。 原来,安利在中国的工厂虽然只是一个分厂,却是按照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准建设。 所有标准不仅远超中国法规标准,也远超美国总部工厂。 车间墙角为圆弧设计避免击沉。 仓库地面水平高低误差低于正负1.5毫米。 生产排放的污水处理后,引入办公区周边调节室温,甚至用于绿化灌溉和养鱼。 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卓越的品质保障之外,整座工厂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, 成为当时经验了整个广州经济开发区的花园式工厂。 长达三年的建设周期,无疑极大增加着安利公司的运营成本。 而1995年4月,安利中国开业当天亮相各大媒体的安利广告片, 导出了这个不讲求效率背后的真实含义——诚信。 用肯花时间表达诚意,用孜孜以求践行诚信。